前面的燈要開嗎?還是這樣嗎? 前面的燈要開嗎?還是這樣嗎? 開這樣可以嗎? 可能太亮了 不已經錄不起來 錄不起來 後面的燈開嗎? 錄不起來 錄不起來 可以嗎? 開始講 今天 今天的講的題目是策略剔度 那 策略剔度的話 我們之前所有講的東西都是指函數 那都是指函數 那只有這一張開始才是策略剔度 那指函數它的方法一般就是 就是廣略就是策略疊代 那就是 一定會有一個指函數 不管是table 還是指函數進市的方式 那然後都是在疊代指函數 然後再想辦法改進 從指函數裡面找出 找出比較好的策略出來 對 那 對 所以指函數的方式 它一定都是學那個 Value Base 一定都是學指函數 那它一般的話 都會有一個 比較隱含的策略 但是比較不彈性 像我們比較常見 就是 Atron 3D 那 策略 梯度的方法的話 它是沒有指函數的 對 它在基本上是沒有指函數的 那它是直接對 策略求解 直接對策略做參數化 然後 直接求解策略 這樣子 那 它發展到現在的話 它就又開始 跟指函數做整合了 所以 後來就發展出來 有Actor Critic 就是比較經典 現在 滿常用的 在策略梯度的地方 這樣子 那 它就是整合了指函數的方法 所以它又未來學指函數 對 對 那 同樣也保留了策略 做參數化的優點 這樣子 那 那 策略梯度的方法 最基本來說 它就是在 它就是對參數 對策略 對策略做 做參數化 然後我們會定義出一個 Performance Major 這樣子 那我們前頭到尾 就是都是一直在求解 這一個策略 那這一個策略的定義的話 已經有策略梯度理論這樣子 對 那策略梯度理論的話 有隨機策略梯度的理論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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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個 呃 呃 策略梯度的好處呢 呃 它 呃 呃 策略梯度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保留 它的策略一般的話 一般我們的策 呃 你直接對策略做參數化的話 那 你的策略的話 會是一個 隨機 隨機策略 會是一個隨機策略 這樣子 對 就是 所以的話 會有良好的 Exploration 這樣子 那它理論上 呃 呃 絕對不會變成 呃 絕對不會變成 Deterministic 因為這個策略 我們對它做 做參數化模型以後 它大概會 會 會在0到1的區間範圍內 這樣子 對啊 一般就是這樣子 對啊 只是它 我們現在要對它做參數化 那 呃 我們一般最常用的方式 對 離散的空間 動作空間做參數化的話 會適用Soft Max 在Action 在Action Preverse 的部分 那就是說 嗯 就是說我們直接對策略 然後建Soft Max 這樣子 那 等一下 我會去做 那 嗯 嗯 所以你可以想見 你如果對 呃 呃 那個 呃 如果有在用那個 深度Different Learning的話 你知道 最後面不常會用Soft Max 你就可以知道 呃 它會被遇進到0到1之間 對 這樣子 所以 它就是 策略的話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去 那 那 那我們可以先 呃 我們可以先定義基底函式 也就是你的State跟Action的 的 的 的組合 那你組合完以後 你再代入你的 你的基底函式 State跟Action基底函式 那你再把它 Soft Max有點像 我們來連選 被壓縮到 頂到1之間 這樣子 所以你是先定義基底函式 那基底函式的定義 就要看 怎麼去定義 這樣子 那 呃 策略 T度的一個 另外一個好處是 它其實可以 很逼近 呃 決定性 呃 那個 中文叫什麼 剛說的 確定性策略基度 對啊 可以很逼近 確定性策略基度 也就是說 Soft Max的話 有一個參數叫做 如果你用Soft Max的話 有一個參數叫做 Temperature Parameter 那你如果把它設 趨近於0的話 很趨近於0的話 你的每一個 你的Action出來的 你的每一個Action的 離散的空間的 這幾個Action的 機率的話 會是你的 以它的 它的 以它出來的機率 如果它機率 它的 應該說它的 值啊 它的機率函數出來的值 如果是比較大的 那導致它機率 其實是會相對於大家 比較高的的話 那 如果你剛好又把這個 產主射的趨近於0的話 它就會 它就會 最大的那一個 就會無限被逼近到很大 那其他的就會非常小 對 也就是說這個策略的話 會變成一個很 機率很大 會在 會在那一個 機率最大的那一個 對 很接近低的那一個 某一個Action 會很接近你 其他的會很接近你 這樣子 那反過來 如果你把它射到無限大的話 那其他的Action的機率的話 都會非常平均 這樣子 就是它說 這是另外一個好處 那你可以無限移近這樣子 對 那使用 使用策略一度的話 策略近視啦 策略近視的方式的話 當然另外好處就是你每一個 你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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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Random的Probability啦 對啊 這就是它比較大的好處 怎麼說呢 就是說 它裡面 這本書裡面有提到說 相對於其他的 直函數近視的方式 你使用策略梯度的話 那 由於它策略是 它策略是隨機的 所以 呃 所以說 所以說它不會像 那個 它不會像 雖然 它不會像 那個 H 直函數近視那樣子 如果你用軌體的話 你的 你的 你選的策略就會 你選的動作 就是為你那單一個 當然你也可以用 H1軌體 不過H1軌體 的彈性 也不是很好 對 因為它 因為它其實有一個會比較大 那其他的動作 都是平均的 平均的小 對 它其實不會像 策略梯度 如果你是俱進一個 高斯分布的話 其他的 每一個動作的話 其實就是 就是 加起來的 幾率的事情 然後就是 0.1 0.2 0.3 大家都會是很平均的 的幾率這樣子 對 那這有什麼差別呢 它意思就是說 呃 策略梯度的好處就是 呃 它比較接近真實 我們 我們需要的策略 也就是說 例如在玩 得咒呼課的時候 你會需要 你很會需要 大家都知道 你常常會做 嗯 你常常會做bluff這件事情 常常會做bluff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你 他 也就是說你如果拿到AK 或拿到AK這件事情 你不能常常去做 你拿到同樣的 你在同一個stay下 你不能常常去做同一件事情 對 因為你在同一個狀態下 例如你拿到AK 你不能一直OE 不然大家 那其實會開始拿 445566 因為這在機率上 一定的機率比較高 就會 他們只要發現這個規律 就會用 對應的排等去對應 所以大家在玩 得咒呼課的時候 會有一個重要的 那個 的東西 就是一個比例 82或73 64這樣子 就是你拿到同一個AK 你可能要有六成是OE 那你四成就不能OE 這樣子 那你的打法策略 同時間你的策略 是要一直在更改的 對你的打法策略 要一直在更改 所以 策略T度的好處就是 他的策略是可以被參數化 所以他其實 只要稍微改了一下他的參數 對 我們只要稍微改了一下參數 整個策略也就被改變了 對 這邊說比直函數近視好的方法 就是說他可能在某些情況 會比直函數近視還要容易去囚禁世界 這樣子 當然要 depend on 呃 你用你的指函數的 你模型的複雜度 這樣子 以及他的 呃 策略T度的模型裡面 設的模型複雜度 對 然後但是他一個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優勢就是說 策略T度其實是可以把一些 一些 一些比較 一些你的知識 對 你對現實說生活中你想要見的 的知識或是一些模型的方式去導入到策略 策略的模型裡面去 去設計你的策略模型 這邊是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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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函數近視或是用Cable的眼鏡 是沒有辦法做到這些事情的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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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說這個 Action 的時候就是 嗯 你可以自己去 跟進一個model 然後去放Action 選中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可能會有一個 自己假設的Action 那個就是 function 然後就不連續的這樣 所以你先放進去 然後再看下面 那邊 是這樣的 是 那啊 做Policy 嗯 這是 嗯 我 我 確定我對不對 但是我以為是 放在J-Sita 那邊 就是你的那個目標函數 因為它是去綁定 那個Sita 做 參數的 3DM 那你其實在J-Sita 設計上 你可以把一些你的 線片的知識 可以設計到 J-Sita裡面去 不是放在Pi裡面嗎 嗯 這個我不確定 對 我本來以為是 不是不是 是放在Pi裡面 是放在Pi裡面 對 所以就一開始 影響球的時候 所以放好看 對 對 對 就是可能 就是你H設計 State跟Action的 這樣子 對 那你後面好像有提到說 你可能會是一個 例如是 速度啊 跪直啊 對 這樣子的東西 你要怎麼設計你的 把你未來外面的 模型的方式 然後你設計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函數 在裡面 這樣子 State跟Action的 有關原型這樣子 對 那 看一下 因為你剛剛講的 其實是 因為 呃 因為那個J-Sita 是 是 J-Sita後面會推倒 已經有 公定的 公定的J-Sita 就在後面 這樣子 對啊 那大家都拿那個J-Sita去 比較有策略梯度理論 去 去 來 呃 決定說 現在策略到底是好不好 然後一直改善這個策略 這樣子 那 看一下 哦 呃 這是一個 它裡面的範例 也就是說 這是一個地圖 然後 這是一個起點 那你到這個起點的時候 你可以選 往左或往右 對 那你 你往左或往右 你可以選 往左或往右 那 那你到了這裡的話 你往左就會變往右 往右就會往左會變到 對 那你到這裡的話也是 就是 那就可以 又正常 往左或往右 目的是會要達到 達到J這個點 這樣子 達到我的Tucky的位置 那 哦 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 去看的話 你可以用H1QD去試試看 對 也就是說你H1QD的話 你可以設往左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往右的幾率這樣子 那 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 設往左或是 往右 因為你 往右或往左其實都不太好 這樣子 對 往右或往左其實都不太好 因為H1QD的話是我們人去射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只能射0.3或0.7 就是你不能去學那個最好的H1QD的數值是多少 對 那在這裡的話是說 你會發現你往左的話會撞低 所以一開始最好是往右 可是問題是你到中間的時候 你往右又會變往左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往右的選擇 你一開始如果把H1QD射比較高的幾率是往右 那你在這裡的時候 又會陷入一個loop 對 那你如果射往左比較 往左的幾率比較高的話 一開始你可能撞牆 可是你比較低的幾率往右了以後 往右的幾率往右以後 因為你往左的幾率又很高 所以你會很順利來到這裡 可是你又會遇到你又會跑回來 對 這是一個在用H1QD在做這件事情 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會很難 很難設計的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是用最佳話去設計 H1QD的數值應該是多少 對 你這樣子的話 人為去設的話 會一直跑到最佳錢 那他意思就是說 那你用H1QD 打完他就說 這邊他設了一個H1QD的值 是多少 0點多 那H1QD 比較高的幾率的值 跟H1QD 比較高的幾率的值 跟H1QD 比較高的幾率的值 都沒有辦法達到比較高的幾率的值 都沒有辦法達到比較高的比例 然後他就說 其實最好的H1QD的值是 比較高的幾率的值在0.59這樣子 對 是往左在0.59 往右在0.59的這樣的幾率 所以說我們如果有辦法去學這個H1QD的值 就是學策略的值 我們就有辦法讓整個幾率達到最好的這樣子 比如我達到最高 就是一個例子 這樣子 所以說 所以說 這裡其實 對 如果你設計了一個策略的話 其實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子判斷 你要怎麼判斷你的策略是好是壞 對 那策略梯度的話 因為他有一個策略梯度理論 所以他就有一個比較好的coverage的保證 說這個策略梯度的方法 是比H1Value的方式 動作Q Q值的方式還要好這樣子 那上面有提到說 H1QD 它 H1QD的話 在直函數那邊 常常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它會改變很劇烈 就是 就是 只要你直函數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跟你很接近的Action 它超過了你 對 那它的它就會變成最大的幾率 對不對 那就變成你現在選擇的最高了 這樣子 所以它的其實改變的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就會一起分掉 一起分掉那其他的幾率 對 所以它認為你上一個最高的幾率 那一個就會變得很低 因為它就跟大家的幾率是一樣的 那個動作 對 那所以說它說 H1QD的改變是很劇烈的 它常常會造成 你在做直函數近視的時候 然後我的球解是不穩定的 這樣子的情形 對 那 接下來 我們會有兩個 策略梯度理論呢 它適用在 episotic的情況 以及continued case 對 那 episotic就是 就是我們每一個sample 我們每一個 我們每一個 我們每一個去train的 或是我們 我們現在要去跑的實驗 對 它是有開始的點 跟結束的點 就是它會結束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過來 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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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但是continued case 就是說我們程式一旦開始的時候 它就不會結束 除非你關閉這個程式 所以它整個強化學習的學習 是不停的一直在學 對 那一直在做 旅渡 旅渡那些的話 也會一直加 所以continued case的話 會 會用 FG旅渡的方式 這個等一下會講 對 那跟episotic的計算方 旅渡的設計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先來打論episotic的方式 這樣子 那 那其實 其實我們 其實 策略梯度呢 它的performance 已經 我們要使用策略梯度法 你要繼續去定義你的策略 但是它的performance 或是function的設計已經固定了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 指函數 某一個 你的起點 S0狀態起點的指函數 的指函數 當作你的forge防水 那 那我們 那我們要去 當然很明顯 我們就是要求 這個你的指函數的 要讓它 它的值最大 對 因為指函數最大就是 它累積的漁翁最大 對 所以就相當於說 你這個S0 做起點去跑 對 你可以得到的漁翁是最大的 這樣子 所以那這個裡面 策略是被纏出發的 就是 設計 State跟Action的動作 的關聯性 透過剛剛的那個 集體函數 這樣子 你要自己設定 好 嗯 好 那 其實整個策略體力呢 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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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圍繞在 這一個規點 也就是這個規點 會透過 這裡面的方式 去導出一個理論 就導出一個很漂亮的 的值 那所有的接下來 所有的方法 都圍繞在這個策略體 這個規點 這個 那大家的Performance Course的方式可能不一樣 但是規點幾乎都很奇妙 都會移近於同一種測量的方式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在這裡 策略地度的推導裡面 都想假設它的Discount 那個Gabba式 這樣子 對 因為它想要簡化它整個推導 這樣子 那 那就是說 呃 直函數的話 直函數最基本定義 就是由策略乘上 那個 動作直函數 對 動作直函數 對 然後 然後其實它的片尾分 就是你對前面做片尾 跟對後面做片尾 那你這樣一直倒 一直推倒下去 又有一個Q的止函數 然後你就一直 一直 然後再展開佩爾曼方生 佩爾曼公式這樣子 那你就會發現 你這樣子 展開了以後 展開了以後又會 展開以後又會有一個 展開LT度在片尾進去 你一直對下去做片尾 你會發現 你又有原本的止函數 的T度 這樣子的一模一樣的 那當然很明顯 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它 emlow 余科十五展開來 這樣子 展開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一個特性 一個特性就是 就是 你展開以後就會發現 會是策略乘上 全序線 全序線 probability 然後再乘上策略 再乘上 全序線 probability 然後的 那個 那個 動作止函數 不是 止函數兩組 的連層 就是它會是一直是一個 對 從圖上面 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 對 那 再度 有 是 你的 有 在 你 有 展開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個關聯性 那就是整個策略的話 整個你對質函數作偏微分這件事情 它會形成一個結果 那就是我們相當於是一直在解一個 對策略的偏微分乘上一個策略的偏微分的值 然後乘上它的那個Q值這樣子 那 也就是說它的定義其實是 但是它是太高了 而且它被譬如就是 然後 ra一個 就是把貌丁子的偏微分的 用來塞上把它燥成 它是偏微分的 字幕提供 你可以發現呢 這裡就是你以直函數為展開 展開所有的可能性 也就是所有路徑 你把它展開成一個貝爾曼的螺旋的處理 以後你就會發現 策略梯度呢 其實是在做梯度的累積 對 在做歸電的累積 那它是怎麼累積呢 就是對 我假設今天有有五個狀態的話 那這個式子意思是說什麼 對 這意思是說 我今天如果有五個狀態的話 那我對每一個狀態在這個無線一直延伸的tree裡面 那我一個個在每一階 在每一步裡面 都去找出來 例如我第一步裡面 有我S出現的話 我就把到這一步的所有的機率 我把機率 到在第一步裡面 會到我這個S的機率 然後就給算出來 給乘出來 他就拍成B 乘出來這個S的機率 那我乘出來這個機率以後 我就 我同時間我要對我下面的 我對這個狀態下面的每一個action 都去算它的梯度 這樣子 每一個action 會無差別這樣子 那第一步是這樣子 第二步是這樣子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都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我對每一步裡面 只要剛好有出現我這個S的話 我這個狀態的話 我都去把他的t度 一個個累積回來這樣子 那對所有的狀態都一樣 也就是說我等於是對所有的狀態 我在這個tree裡面去累穿他的力度 所以你怎麼想 都覺得這個計算量非常大 就其實這等於是在搜尋這個 整個可能性的空間 這樣其實是計算量非常大 如果他的狀態空間很大的情況 那所以說剛剛倒到最後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就相當於對我每一個狀態 我都去計算整個tree裡面的 我每一步的機率乘上我的 我每一步的機率乘上我的 我下面的每一個action的梯度 那對我每一個action的策略的梯度 乘上那個他的動作指函 對動作指函數這樣子 那這一個機率就是 這個機率呢 其實對每一個狀態而言 我剛剛說他在每一個step裡面 會出現他的機率 延程的機率都累加起來 這個數值在這裡就定義為一塔S 這裡就定義成一塔S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就是你剛剛這個機率被連成起來 他在這裡出現了一次 在這裡在第一步的時候剛好是他 然後他在某一個第五 在第二步的時候他要出現 所以他整個出現的機率連成起來 所有的可能性都加起來就是他 就叫做一塔S這樣子 那其實你把這裡選得太好 你把一台S給拆開來 對 給做正規化 這裡他定義了一個μS 這個μS很重要 你只有μS這個μS是什麼呢 μS就是所有人的狀態 所有人的在這個tree裡面 他所有到每一個 所有人的狀態的機率都加起來 就是做一個normalization 對啊 那你就可以知道每一個人的 在整個tree裡面 整個無限延伸的tree裡面 他出現的機率是多少 對不對 那在整個tree裡面 他所有的他出現的機率都被加起來的話 就相當於代表他出現了 他的出現的機率這樣子 只是這個一台S是真實的機率 也就是說他是 假設0.5×0.7×0.2 一直加 然後再有0.5×0.7×0.2 0.4 然後他一直加是真的機率 然後做normalization以後 就變成一個比例而已 也就是S在整個tree裡面 對 他佔了 到底出現了多少次 這在後面會講啊 就是這個 為什麼可以寫成這樣的一個式子 而不會一直改變 是因為馬卡夫屋裡面 有一個便利性 這是一個假設 然後後面會講這樣子 那其實也不會講太多啊 因為這就是一個假設 就是會趨近於 在無限時間趨近無限的情況下 每一個狀態會出現的機率 就是固定的 對 對固定策略不改變的情況下 這樣子 那反正他就是這個式子 這個先被定義出來 對 那這個先被定義出來的話 他其實你把它拆解開來 對 你把這個就是一個 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 這剛剛說的那個比例值 那改成一個就是 對 一個比例 比例值就是 每一個狀態 在整個區裡面會出現的比例 那乘上 乘上那一個狀態 他下面所有Action的低度喔 之前我們這邊是真的用機率值 那這邊是用那個狀態值真實的機率值 這邊改成用機率值的比例 對 所以你其實這邊會成為一個 這邊會形成一個期望值啦 會形成所有機率 所有狀態機率的期望值這樣子 對 會變成所有機率的期望值 然後你如果再乘上 乘上那一個狀態的真實機率 就會回來是 回來是T度值 回來那個機率T度值 這邊有一點抽象 可是你帶數字去看的話 你自己去帶數字去試試看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 其實還蠻合理的啦 你懂我意思嗎 這邊其實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數學遊戲啊 他只是為了湊出一個 為了湊出一個 這樣子的答案 對 湊出一個 因為我去看他 一開始的配合 對 他一開始的配合沒有這個東西啊 對 即使到2014年也還沒有這個東西 2016年也還沒有這個東西 對 只是後來現在比較新的時候 才一拉出來的這樣子 對 因為他以前這個 在解釋這邊有點問題 那就是說 我們 我們直接來看結果好了 結果到底是 他到底想要說什麼呢 他想要說的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整個策略T度理論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就是 我想要求 我想要求 我 指函數 指函數 指函數的 指函數的 指函數的T度 那其實就相當於 我只要對每一個S 我 我只 我只要對每一個S 我每一個狀態 每一個狀態的話 每一個狀態的話 我只要知道每一個狀態喔 他在整個Tree裡面 他 時間無限大的時候 一直跑 一直跑 跑到無限大的時候 然後他在整個Tree裡面 他出現了多少次數的比例 對 的比例 只要是他出現的次數 佔全部人的 次數裡面佔5.3 那我們就用這種5.3的指去乘上 他下這個狀態 的每一個Action 他的T度 這樣就可以了 是啊 對 那當然 這個指數是一個禁止值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他把 ETA S 拿走了 ETA S 是 ETA S的話 ETA S是獨立的 這樣 對 欸 我要怎麼解釋 對啊 嗯 ETA S 是每一個狀態的真實的機率值啊 這樣 那你撐回來就會成為一個真實機率 可是他說 他說這邊的差距呢 這個差距 這個值拿掉 前面這個值 是跟其他的 跟後面是無關的 這個值的話 把它拿掉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學 Delta 因為它是一個 它的累加呢 獨立於這邊 所以 它的總和會是 它的總和會是一個定值 對 它總和是一個定值 那個定值 就是整個 整個Tree的高度 也就是整個Tree的高度 就是整個Episode的 整個Episode的高度是多少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在做 我們在做Lending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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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一個Alphas 有一個Lending rate的Alphas 所以說 這一個東西 就會被它 其實是一個長數值 對 對 它其實是可以被它 吸收掉 這樣子 被一個長數值吸收掉 所以你不用太管理 這個屍體下 大家有興趣 有 可以 我可以再解釋 詳細一點 對 但是這邊我真的覺得 有點 那 大家只要記住說 在 它其實是一個 這樣子的 異議 這個 變數也叫做 Ampathic Solution 那 好 就我剛剛說了 整個策略踢度的 定理就出現了 對 2000年的時候 的策略踢度定理就出現了 就是說 對值函數 你沒有求的話 你就是等於是相當於 這個 每一個S 它在整個Tree 無線延伸的Tree裡面 它出現的比例是多少 對 那出現的比例多少 你就算每一個Action 這個值 對 它的策略 策略的踢度 策略的編維分值 跟一定率的值函數 的值 這樣子 那 後面會講說 因為 值函數值其實是 應該說 動作 動作值函數值 其實是一種 一個 鋁網 所以其實在後面 我們會把它當鋁網 去做 對 因為之前有說過 策略的T度 其實 一開始的方式 是不想要讓 動作值函數 進來 這樣子 但我們這邊只是利用它 去 去定義這件事 但求解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取代掉 對 那我們都還沒有到 第一個 都還沒有到第一個 演算法 都還是在將它的定義 對 對 我們就剛做 EtaX 這樣 OK 那 那 那 剛剛都難過 對 好 EtaX 會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 每一個episode的 平均的長度 這樣子 假設你的episode 是 會結束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開始進入 第一個演算法 就是叫 第一個演算法 不叫做零pose 都大型 對 那它其實是 蒙蒂卡羅的策略低度 這樣子 那它其實 它就叫零pose 所以它是 策略低度裡面 最經典的演算法 對 那 就是說 那 一切的演算法 都會從策略低度 理論 來做 來做 演成這樣子 對 我們就是要求解這個低度 你自己定義的 策略 然後 要怎麼求解這個低度 這個 的方式 這樣子 那 從這個演算法開始 又往下 往下看 這樣子 就是 這個μs 這個μs 它是一個機率 它就是 s出現的 s在整個tree裡面 出現的機率 對 所以它其實 相當於是 可以剪成期望值的 sampling的 那個 的機率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 你 其實就相當於 你就直接把s 換成大型 這樣子 這是 希望值的定義 那我們就 我們等於是 我們的 呃 我們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狀態值 改成 用 用那個 用這個μs去品量 這樣子 對 兩個問題 應該 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 期望值定義 這樣子 對 但是就是 某一個狀態的機率 乘上它自己的資能 對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 我們可以用取樣的方式 來達到這件事情 對 那 再來就是 呃 那 繼續往下看的話 那 你就會 它裡面 它裡面 就 多層了一個牌 多層了一個牌 就是有意義的 對 多層了一個牌進去 那因為兩個牌是上下一樣 就是 結果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就是 就是 這樣子一個方式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一直寫 希望值的方式呢 是因為 是因為我們要利用這個理論 最後導到一個可以取樣的方法 對 大家應該有一點感覺 對 那 那 那 再來是 呃 好 好 好 對 沒錯 它有變成類 沒錯 對 你這邊拍的話 拍成上這邊 其實 呃 是 對 它就會變成 你的你的拍的話 嗯 同時間也被 因為 這是另外一個機率 又是另外一個 等於是 對A的subvention 這樣子 那你等於是又把它提出去 所以其實就變成A的取樣 這樣子 對 那 那 G的話 G的話 它其實 啊 Q的話 Q的話 它其實是動作時函數 它的 它的期望值上面定義其實可以被寫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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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SA 往下 它的 旅程的期望值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去 呃 旅程期望值的 的 的寫法 這樣子 所以整個 所以整個其實 方法其實就出現了 你其實就相當於對State跟Action 再整個去 呃 對State跟Action去取樣 然後你要算的方式是 是算這個題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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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這一個 這一個 這樣子 這邊 是 很快 讓我來 又是 那些 的 是 啊 這一個 這一個 是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则 再继续往下 所以说其实我们用 资寒素里面 策略地度里面的第一个方法 其实就是农地卡罗法 刚刚说 刚刚这边 这边的Pi 这边的T度Pi 除以Pi T度Pi除以Pi 其实再化解的话 其实就可以变成LN 就是Log的Pi 这个形式 这也是比较被常看到的形式 所以其实 既然你现在T度 已经可以被写成这样了 然后 已经可以被写成一个 激光值形式了的话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 呃 我们等于是可以对SA 做取压 然后我们累算这个 这个质 那就会是 就会是它的低谷 所以想当然 我们当然就是 用之前的 蒙力卡罗的方法 去产生一大堆的 产生一个 肌肉手术来 然后有一大堆的 stay跟action 那 我们在 我们在这些 stay跟action的话 我们就去 累算它的整体的 那我们就乘上 那我们就乘上 这边就是刚刚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个T度 那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直接去求这个T度 这个很直觉 那 哦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刚刚那一个 那个游戏 刚刚那个游戏 如果用蒙力卡罗的方法 这个去做的话 他说你就会看到 你看到你的参数 alpha值 如果设到 2的故事 三四方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故事的结果 就是那个 刚刚做那个最好的 0.59的那个结果 对啊 那个最好的 接近那个最好的 如此 这样子 那 其他的alpha值 就会影响他的 他的 他的 那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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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 这样子 那 蒙地塔罗 的这个方法的话 呃 他会比较 slow coverage 对 然后 因为你的reward 因为你要 你得算你的整个 所有的reward值 那 reward值 其实很 就是会跳动 对啊 所以说他其实会具有 high barriers的 的问题 就是说 对啊 这就是你的 你的 你的t度值 你t度值 这是t度 t度 t度这边是方向 是向量的方向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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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verdade 是整个会 behaviour Ooh Could be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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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i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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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控制这样子 然后Learning Rate在 Learning Rate在 Learning Rate 这边是很难选择的 对是 很多好选择 所以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Learning Rate 就出来一个Baseline的 方法这样子 就是说 既然它的 Learning Rate 我们从定义上面开始看 其实它的Learning Rate来源 就是这个动作值函数 就是Q 因为Q的激光值 就是那个 累算的等级的 的Learning Rate 那 如果这个Learning 它的出发点 它的出发点是 我可不可以把每一个Q 动作值函数 我每一个S下面 我如果要乘上Q跟Pi的时候 这个Q就是代表那个Return值 那Return值 它认为 有些状态 所有的Action 都会有高 所有Actions 都会有比较高的值 都会有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Return值 通常一般就是 就是 某一个状态 然后它的某一个 某些Action 都会有比较高的值 那其他的Action 其他的状态 其他的状态 它的那一群Action 都会有一些比较低的 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它认为 旅温值的话 我们可以设计成 是跟你的状态值 是同在一起的 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 这个状态 这个每一个状态呢 我们都给它一个定值 不同的定值 每一个状态都给它一个不同的定值 那我们减掉这个 每一个状态都减掉它一个定值 这样子 那我们看看Converter 把某某值 拉的比较低 这样子 低的就给它低 低的Q的 低的Q的就给它低的 高的Q的就给它高的 这样子 那它出发点是这样子 那 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设计 减一个定值 减一个变数值的话 以一个State为基准的变数值的话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的话 可以去推一下 所以我会发现 呃 会发现 呃 把BS 承受后面的T2 以后去减的话 再去承开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 因为 几率 因为几率的总格是E 所以说 对E做偏位中 会是0 也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一项会是0 那就是说 对原本的 对原本的 几率的 BiOS 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对 就是说 用了这个 如果真的用这个方法的话 很Lucky 那个 对整个 整个T2 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这样子 所以说 有这样子的证明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胆去设计 这个BaseLine进来 就是 BaseLine 但常常被测跃率引进来 也是 也就是后来 ActorCritic 会变 会衍生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从BaseLine 这里出现了 对 那 那 那 嗯 他 这本书认为 作者 Tuton认为 BaseLine 通常会 BaseLine 应该要跟着状态改变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比较高 通常 通常你的Reward Reward Variance的变化 会跟着那一个状态走 对 就是你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 如果有高Ruturn的话 通常他每个Action 都会有其他状态 如果比较高Ruturn 所以他其实 那一个这个值喔 他其实这个值 他其实应该被设计成 值函数 对 就是值函数 对 那定义其实跟值函数很像 对 因为你在那个状态 如果有比较高的Ruturn Ruturn的值 那就是说你的值函数 在那个状态就是比较大 你知道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那个状态 如果有比较小的 总体的Ruturn值 那就是值函数 会比较小 对 这就是刚好符合这个定义 所以BaseLine 所以说从这里开始 其实已经开始要引进来 那个值函数的定义 对 所以说 其实就干脆就直接把值函数 引进来 引进来用 把它当值函数 把值函数拿来当BaseLine 对 那值函数可以 如果是指 如果你要把值函数引进来了 那就是说 那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值函数引进来 在这里 那值函数 就会是一个单独训练的 那它不是跟着我们一起 它不是跟着我们一起训练的 而是它是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 它是 它有独立的一个Cose Fonction值 就是 它有独立的这几个Cose Fonction值 也就是 我们要去 我们等于是把之前的值函数 拿过来 拿过来在这一个策略梯度里面 用 然后它是一个独立的 独立的 独立的 那个值函数的 值函数近视的 方法 这样子 我们就去找出一个值函数近视的 的 那个 值函数近视的 值函数这样子 那 那我们 所以说 我们 如果要求一个值函数 这一个 我们要求 这些 episode的值函数 那我们之前 蒙地卡罗 那些方法 都已经有问过 怎样子求值函数的方法 我们就把它 反正这一个 反正这一张 这里 银 force也刚好是用 蒙地卡罗 那我们就在里面 多训练一个值函数 那我们多训练 也就是我们多训练 现在跑出来这些episode cental的值函数 那我们就训练这个值函数 然后顺便把这个值函数 拿过来给 拿过来当做 baseline 给 那个 给他用 这样子 所以说 对啊 所以说 对啊 你可以看到 这边等于是 前面的 那个 蒙地卡罗 直函数的方法 再训练直函数 他训练出来的wait 以后 就去把 g 减掉baseline retern retern值减baseline 然后再放进来 策略梯度的值 这样子 就等于是一个 两个正面拍的 只是共用力的 就是 蛮直觉的 这样子 与 就是 那个 铝梯的baseline 好 那 这样子做的话 因为你的铝梯 你的balance 变低了 所以你学 你的梯度 你的梯度的 比较没有那么剧烈的 的 的上下 对 你去梯度的变化 没有那么剧烈 所以你可能 你就会学起来 变得很快 对啊 有多快 看一下 喔 本来可能要800 才会 800 600 才会 才会达到那个 那个漂亮的值 速食 现在 现在100 100 100 100不到就到了 这样子 对 那 做这个东西 100 1 500 15 4 15 5 6 5 直函數的參數值呢 因為我剛剛說他們兩個是分別圈名的 所以他們都有自己的alpha值 他們有各自的alpha值 lending rate這樣子 那直函數的值由於是線性的 是線性的方程 所以他比較好chain 蘇北俄提到這一個公式 只適用在線性 所以線性可以適用在這個公式 就是你的 如果這是一個線性方程 然後 對 你就用求他的t2的值 然後這樣子 然後做絕對值的期望值 除以0.1去數 這樣子 那這位 對 這是一個奇妙的值 還沒有特別解釋原因 那直函數 直函數如果是簡單的線性 可以用這個 可以他的參數比較好解 比較好色 那如果是我們的策略低度的參數 他就說很難色 很難色這樣子 會有負責三次方 我怎麼知道老師 真的 就有學到老師 然後 學的還是會比較慢 因為你可能要多訓練一個 baseline 這樣子 還是不夠快 應該說還是不夠快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而且 所以 蒙地卡羅的方法 因為你要等到 episode 結束以後 才能 才可以算旅路 所以不能用在 online 的情況 當然就 也不能用在 continue的情況 這樣 對 所以說 就會有actor critical的方式 來解釋 剛剛上面的問題 這樣子 然後 所以 正式有actor critical 那 我們既然有蒙地卡羅 那很明顯 我們用了蒙地卡羅 我們就 就要開始 把那個 boostrapping TD的方法 也拿進來了 來看看可不可以用用看 這樣子 然後 所以很明顯 這個方式的話 就是要 引用 boostrapping 的方式 去改善 蒙地卡羅的缺點 這個其實就跟之前的方法 其實都很像 這樣子 所以我們旅路用的 其實我們 這邊其實就是 對啊 就是 那邊都有 對不對 就是我們把旅路用的方式 改成 one step boostrapping 引進 用你的 剛的子函數 對啊 去做 接下來 return值的估算 這樣子 我們就不用等到 如果我們整個 return值整個跑完 every時候整個跑完 以後才去算 這樣子 我們可以先去估算 下一步的 的值 下一個 下一個狀態可能的值 打過來做估計 對 然後再去 再去 再去 做 再去對TD做更新 這樣子 但是 但是TD的方法 這樣子做 很明顯是個近視 對 所以你當然就會有 就開始有 BiOS的情況 會可以 就 會開始 會有比較不清楚的情況 然後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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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他的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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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TD0去算 我們其實是 只先往下跑的步 然後 其實我們只有得到 他的一個裏落 那其他這種值還數 他認為這樣子 的跌檔 比整個去加 整個gamma去加 整個 那個return值 來的 那個 varus 都比較 會比較低 這樣子 這是比較低的 那個 比較低的 那個 varus 這樣子 然後 總之間 就是 優於蒙蒂塔羅 我們就是會 可以加速解析 這樣子 反正 他就是 加速解析 他就是很快 這樣子 因為他不用等到速度解析 就是他 MGPT的最大優勢 那 從這邊開始呢 就正式 正式開始就 從這邊開始 這邊就開始變成TDAL 就已經開始 就這個TDAL 就這個TD0了 所以說 就是會有自己獨立的更新 更新整個策略的 策略的 function 的提度 那我們同時間 有一個one step of goose tracking 的TD 對 那整個方法就是 整個方式就是 我們算TD Error TD Error有兩個用途 一個拿來更新 拿來更新策略 另外一個拿來更新指函數 這樣子 那 策略出來的值呢 會 策略出來的值 策略出來的 我們會選 選擇 好 策略出來會有action 那我們會 會得到 理論跟下一個state 然後我們再 get value 去算TD Error 然後來 來去 所以說 actors負責行為的 然後critical TD這邊 是算TD Error 用來評斷到底 余波有沒有 余波有沒有更好 所以他就是一個 一個做事 一個用來評斷 就是 雖然他是從 背時代導入進來了 不過現在已經看起來 被定義成像是這樣的行為 所以說 就剛剛的公式來說 其實 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就跟之前一樣 其實 一模一樣 就變成一個 獨立的 Semi Gradient TD Error 就在這裡 然後下面是 T度的更新 這樣子 算TD Error 上面就是TD Error 算完以後 TD Error 就給 給 給 那個 獨立 獨立給 直函數這邊去 去算 然後TD Error 也給 也給 Gradient去 就是 這邊是給對點 這個公式對點 要一個Delta TD Error 那 同時間 你之前算指函數 他也要自己算 你指函數 這樣子 算自己的指函數 這就是指函數的公式 就是之前上一節 9.3 這樣 所以算指函數 也算T度 然後大家都用TD Error 然後一直利用新的策略 更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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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一直往下 往下去 用這個策略去算下一個Action 算現在要走的Action 然後再交給你一個環境去 算下一個State 下一個State是什麼 然後再用這個策略去看 下一個State的Action是什麼 對 對 那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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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你的鱸窩嗎 鱸窩要往後 往後沉下去 洋窩 它GAMMA不會變嗎 呃 它GAMMA不會變 它GAMMA一直連成 你看你每一個 隨著你每一次裡面 你的GAMMA就一直被連成 對 連成GAMMA以後 然後你就沈進去 這樣子 沈進去就是你的鱸窩 沈進去你的鱸窩子 這樣子 這裡為什麼一般我們γ不會寫在這裡 會寫在那個乳溫那邊連成乳溫值 那他這邊是把他獨立出來 是因為他在推導策略T度這個理論的時候 他理論上在推的時候 應該要乳溫值的計算 應該要把γ值帶進去 但是他沒有帶 他說為了簡化他的推導 所以他沒有把γ值帶進去 而且他有特地講說他把γ值設一 那所以說他才 在一開始的時候設一 對 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設一 那所以說 但是他說他這樣子做呢 他在正式寫連串法的時候 還是要把γ給帶進來 對 就插進來這裡 所以說你就會看到這個γ 這γ其實就變成是 其實是給乳溫值用的這樣子 對 就是 是 這個很像是 γ是會讓 θ更新那時候的那個i θ θ 就是紅色光光下面 和θ更新的那個i 它等於是會變成γ的連成 就是 只是一個前世的技巧 讓他去 就是他做出那個θ 相對於t的時候 會有γt的效果 這樣 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 對阿 這個γ其實是跟 這個γ是要跟這個Δ沈進來 對 其實是應該要乘給 乘給這個r的 其實乘給這個g 它本來是一個g 你知道嗎 對 Δ本來是一個g 就是它的離分子 它本來是要把γ 乘進去離分子裡面 看這邊 在這裡 g呢 是γ的連成 對 g是γ的 從t加e開始 的連成 它這裡的γt γ這邊有個γt 是要乘進來這裡 那你就會發現 就會讓g是 一個 就是讓整個episode裡面 g是一個 一直做γ setting discount setting 這樣子乘下來 對不對 你把這邊γt 乘進去吧 乘進去的話 就變成 2 乘進γt 乘進去 就變成 喔 乘R R1 R1 加上 γR2 再加上 γR3 加上 γ4 這樣子 對 所以這邊其實是一個 這邊是這樣子 那只是把它寫成 因為這邊是用時間去算好的 對 這邊t是時間 對 是整個 是整個時間 那你用 iterating方式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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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幹嘛就一直成 這樣子 那其實現在 如果我們已經有改成了 one step 變成動型式 對啊 幹嘛 才是 一個連成 這樣 連成給g 這樣子 好 那就 好 再來 這個 xer critical 還可以被形成 xer critical 的形式 呃 我看一下 呃 呃 呃 我認為 這一個章節 這一個 hwt trace 我覺得 這邊是一個 最難講的 很難講的部分 對 我會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 呃 大家還記得上一次 何苦中 上次教了嗎 對 那個上次的 就是 要看hwt trace 要稍微理解一下 來依檢 那個 任打旅程的 特性 這樣子 那 那 其實 不用理解太深 就是 之前 欸 之前任打旅程 到底是做什麼 就是 一個加權平均 對一個 對 g1 g2 1 step 2 step 3 step 然後n step 我們做一個加權平均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往前看嘛 對不對 我們今天在t等於0的時間點 我們1 step 2 step 2 step 然後去做一個加權平均 然後我們平均出來這個 5分子拿來當5分子 就這樣子 那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 不是那麼切實際 因為你現在怎麼 你現在怎麼可能知道未來已經跑了 所以你等於是要 你等於要等episode整個跑完 你才可以去算 對不對 對 那其實 這個 好 那我們先 這個方式呢 我們假設現在在t0的時候 我們 那我們 蒙蒂卡羅馬 那我們就真的等episode整完 然後我們去看這個 然後你去累加這個return 做平均以後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特性 它就是 剛剛這邊 這邊 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特性 它一個特性就是 它特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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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td error 然後乘上r認打 然後在下一個時間點的 那個 就可以你把它整個推倒 是2 你把以前認打 乘認打 乘上這個 然後再乘 再乘 做平均 做平均就是td0 然後你去停均 後來推倒一下 你就去看 然後你就會發現 它最後 對對對 可以被推倒 變成這樣子 的形式 就變成一個 就變成下 下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我們用它的td 對 所以我只要知道 我下一個時間點的td 我就可以 所以 這個特性很有趣 為什麼 它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時間 來到下一個時間點的話 那其實 我可以把 我現在 我現在如果算td算出來以後 我其實是可以拿回去 給前面用的 你知道嗎 前面這個 第一個時間點 它要做的事情 其實是把所有的 所有時間點的td都算出來 對 td都算出來 連加起來 可是所以 所以理論上 理論上 我如果不想要 全部都算完 但是 但是我 我其實 我 我在我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要把這個平均率 如果算出來 我其實是需要很多個td的 那我可不可以等到下一個時間點 再算出td 再給上一個時間的人 對 再給上一個 再給我之前的時間 對 那我等到下一個時間到的時候 我再把這個td 因為 table的方式的話 你的每一個sa都是努力的 所以 其實你現在來到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 下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只要把現在的td 加 現在的td 給 上一個 給上一個sa 給上一個state的sa 讓它加現在的td 對 這樣子 這樣子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加回去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對 我要說的事情是 我要說的事情是 這個公式呢 這個td的公式呢 的累加的公式呢 在table的裡面 一開始出現在table的裡面 房子是很有用的 但是到了直函出鏡式的時候 就 就開始出現偏差了 然後你拿過來用的話 就 就會有問題 原因是因為 你直函出鏡式 我們都是在更出td 我們只要一改 cta值或位的值 的話 一改cta值或位的值 就是 你的整個sa 大家被簽的 sa的值 是整個被連動的 對 就是你為何的參數 一更新 你其實會改到前面的 前面的東西 是改變 已經不像table的一樣 我現在的td算出來 我還可以 我想辦法 我把大家的td開 我還可以 我累加到上一個表格 對 我讓上一個表格 從一個欄位去累加 他剛才沒有加到的值 等於孟子 用這樣的方式 對 那 所以說 td呢 但是我們 說直函出鏡式的時候 這種 賺位的值的時候 還是想要把 elicability拿來用 像書本的話 就開始解釋了 很模糊 他就說 elicability值 就像一個short-term memory 然後會持續 keep住你的位 你的位的值 前面的狀態的位的值 那位的值 就相當於 長 相當於 low-term memory 對啊 我這邊 其實有一些 那個 我們直接來看 我們直接來看 那個到底 成開來 elicability值 elicability值 elicability值上次呢 那個 格古雄在 那個 前面剛剛有講過 就是elicability的加法 在 true online的 true online的方式的話 true online的方式 用是 是很 是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因為你要回去 你要回去 把 你現在的 你要回去把 上一次的 的位的值重算一遍 對不對 重算 然後新的流量 一直重算 這個計算量很高 我們一般不用這種方法 對啊 我們一般用的就是那種 就是 就是這個方法 對吧 這個方法到底是什麼 這個方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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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們 這個方法是 是什麼 我們 這個 我們多加一個 elicability值 到底在做什麼 對 就是 這是一個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呃 利一開始是0 那這是elicability值的公司 對吧 你可以看到 下一個時間點的時候 利的值就會變成 上一個 上一個 v 上一個值函數的t度 的t度值 那在下一個時間點到的時候 你的 你的 上一個 在下一個時間點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利值 被更新成為 上一個時間點的t度 加上rln 這個 你應該說上一個時間點的 能力度 乘上rln 加上你現在的 對啊 就是 就是 你過往的t度值 會一直以一個比例 被 被 加起來 這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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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2t 垂石 backward的概念 就是 離你越遠的 影響 變小 對 真的就是一個概念 數學上面 真的沒有什麼 以這種公式來做 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多的 那個 那個 證明可以推倒到那個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幫助 那幫助是什麼 它其實這個公式呢 你去看 會跟那個 我們做機器學習的時候 的 軌碟momentum的公式 幾乎是一模一樣 對 就是說 之後我看到網路上 你在討論的 這樣的東西 所以 這道理是一個什麼樣呢 就是 就是 因為機器學習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平 有一種安點 對啊 有一種安點嘛 就是 像馬鞍一樣 你坐在 最 在上面的時候 你在那周圍晃 會是平 會 周圍晃會趨近於平衡 對 這個T度會趨近平衡 可是你稍微偏一點 你可能就往下了 對 稍微轉一個90度 你可能就往下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機器學習的時候 有時候學會 你怎麼知道你旁邊是懸崖呢 你可能一直都在一個平原走 可是你偏一點 就整個 可以達到最低點 的這件事情 對 這件事情 就常常 就有時候會混擾著 積極學習的人 所以才會發明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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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前面的T度 也是有參考價值 因為我現在的T度 可能是朝向這個方式 因為T度的球解是一個 鬼點的球解一直累加起來 是一個T度 一個向量一直連加的方向 一直連加要往最低點 連跑的方向 所以前面的T度的話 它的方向可能會幫助你現在的T度 偏往一個更正確的方向 它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所以說 這個方式也可以用來幫助你 再偏離你現在的地方 然後解決安點的問題 對 所以 它其實有點像文文文 只是把你先前的鬼點拿過來 就要加上一個RRLandRB 他怪用 這樣子 最接近的解釋 我覺得 還想要看 那個時候 裝長回音樂 可能是 可能是 T度的長回音樂 就是這樣子 這樣 大概會比較 然後 策略T度理論 在Continue這邊 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它開始進入另外一個定義方式 但在Cost的定義方式 是在Continue Case的定義方式完全不一樣 但是它在最後推到軌點Jesica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 會跟之前的策略梯度的方式會一模一樣 其實在確定性策略梯度裡面 也會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的Jesica的定義方式 定義Jesica的方式都不太 都會有負一樣 但是竟然最後策略梯度的軌點的計算方式 都有一樣 都是那一個概念 那一個馬卡夫比斯和華西斯 便利性的概念 就是說 在Continue Case裡面 由於沒有起點跟重點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拿一次一次的FSO 當作怎樣 去做TD或是做MD塔羅 所以東西一直在跑 一直在連加 可能會 會有很多的不一樣的問題 那所以他定義了一個新的 他定義了一個新的 新的羽毛的方式 那他直接寫出來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他定義了一個新的方式 叫做 叫做 他定義了一個新的方式 去測量你現在的 你的現在的策略到底 到底效能好不好 的方式在Continue的Case裡面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這個 這個是一個什麼方式 這是一個這樣的方式 就是 我們現在的羽毛呢 我們現在的羽毛呢 我們現在的羽毛的定義 改成 我們現在的羽毛的定義 改成 每一步的平均期 每一步的 每一步的 平均得到的羽毛 就是我們現在的羽毛 就是我們現在的羽毛 就是我現在 我走第一步 我有可能性得到平均值的 那個平均的羽毛 就是 如果我的策略夠好的話 我現在的策略 夠得好的話 理論上 我的每一步的 得到羽毛 應該會夠大吧 對不對 所以他用這一個 現在要開始轉變另外一個 這個 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定義 也就是說 我走一步 所得到的羽毛 跟我走第二步 所平均可以得到的羽毛 跟我走N步 無限大步 所平均可以得到的羽毛 做平均值 做 達到無限多步以後 因為Continue一直在跑 所以達到無限步以後 平均出來的這個值 每一步的羽毛 每一步的羽毛 就是一個希望平均值 然後 加起來做平均 這個值 我們拿來做 那個 做Continue的定義 那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第二行 就是說 他認為這個平均值 就會相當於是 最無限步的那一步的平均值 那一步的希望值 對 無限步那一步的 無限步那一步的 那個 羽毛值 對 就會接近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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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步的期望值 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稍微看完了 就是 就是 這個東西的意義 就是 整個裡面講完了 先講答案就是 就是 就是 整個馬卡夫的 馬卡夫的 以實驗化設 他如果你 一直無限 第一個策略 無限步的去跑 就會像剛才我說的一樣 你的每一個State 出現的幾率 會會一樣 對 你就會發現 每一個狀態被經過的 被經過的幾率 會是一樣的 既然你每一步被經過的幾率是一樣的 對 既然你每一步 這是他定義出來的 你每一步被 他意思是說 你 你 他意思是 他這句 他這個定義的意思是在講說 他是 這個定義呢 是從馬卡夫的 馬卡夫的便利性的假設過來了 對 所以他 他定義出這個 信用誨 意思就是說 最遠那一步的 羽毛池跟 每一步的 就是你每一步的 在無限的情況下 而且在馬卡夫的情況下 其实你每一种一步的希望词 每一步的希望词都是一样的 对啊 都一样 对啊 第一步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但是一开始他有说 一开始的时候 时间没有到无限步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 有点没有办法接近这个词 但是你到后来的时候 你到后来的时候 无限步就无限减一步 无限减二步 无限减三步 无限减四步 你所得到的每一步的 平均的流动词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以这个特性来看 我们用最无限的那一步 去当你的理用词 这个特性跟 这个特性其实就是 也就是说 你每走一步 你到了某一步 只要你时间不够久 你每一步里面 你每一步里面 S的 S出现的几率词都一样 对 这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玩一个迷宫的游戏 里面会掉陷阱 会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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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特别的陷阱 就是三种不同的状态 理论上 你走到无限步的时候 你平均来说 你每走一步 你会遇到这些陷阱的机率 都会趋近一个定值 对 每一次你遇到这些事情 都会去进一个定值 对 就是 就变成一种常态 这样子 对 然后 这个特性就开始 对 那无限步那一步的希望值怎么结 无限步那一步的情况值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我们就把 无限步 就把 呃 我们就把 哦 无限步 当你接近无限步的时候 S的 当你接近无限步的时候 S的分布会形成一个固态的平均 平均值 就是说每一个S 它在这一步里面 这个 这是一个可能性 每一个 在T等于无限大这一步的时候 S会出现的可能性的几率 对 都是一样的 那都固定的 那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几率 乘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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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Pi 神P 然后再乘上 也就是你的 其实就是你的值函数 每一个 每一个几率 每一个你出现的几率 都乘上你自己的值函数的值 乘上你自己的值函数的值 乘上你自己的值函数的值 就是 就是你这一步的平均的乳梦值 对啊 这就是值函数的定义啊 简单来说就是 每一个状态呢 它出现的几率 乘上它的值函数的值 那这个 平均 这样子平均来说就是 你这一步 你走这一步 会得到的乳梦 懂吗 在无限部这一步 会得到的乳梦 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就是 五线步的时候 continue这个case的时候 就是会用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定义 那 在这里呢 我们还要介绍一个 我们之前都是用discount setting 就是每一个 乳梦都会乘上 伽马 都会乘上伽马 都会乘上伽马 它在这里呢 它 这个 continue的case 里面它不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 叫做average 乳梦 就是每一个乳梦 就是每一个乳梦 会减 会减一个定值 对 会减一个定值 这个定值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那个 我每一走一步的时候 因为理论上 每一步的乳梦都应该要一样 对不对 我刚刚有说 当你马卡步 你跑的时间过久的时候 你跑了过久的时候 你每一步 所得到的平均乳梦值 都会一样 所以说 他 我们干脆就把 我在跑 continue case里面 跑的旅梦值 去剪掉这个值 对 去跑这个 去剪掉这个值 对 那 其实理论上这样子 你的 期望值应该会是0 诶 是吗 是这样吗 所以他没有解释 他说这是很久以前 就比进来的定值 对啊 就是 叫做 AVG 旅梦 setting 在continue case里面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去 那我们就知道他 这个 那我剪起来应该 期望值应该会是0 可是可能 可能你比较大的 你今天如果这个策略 可以得到 这个策略 的马卡 在这个马卡 固定下 你可以得到比较大的 每一步 可以得到比较大的 R的话 那你现在的 乳梦值都剪掉 车 你的方差 应该是会有多大 所以你的 语言上 你这样剪出来的 定义出来的具体 也会比较大 对啊 哦 他说 他解释了一下 为什么我们在continue 画面里面 我们等一下 这个跟之前的很像 对啊 然后 我们为什么要 要开始用 他甚至说 我们以后要尽量少用 那个 伽玛值 那个伽玛值的方式 要尽量开始 用AVG 旅梦 我们的方式 因为他认为 AVG 旅梦 可以做到的 那个 伽玛值就是 Discoping Setting 的设计啊 其实 AVG 旅梦 都可以做得到 对啊 都可以做得到 然后 而且 使用伽玛值 最大的早处 是在TableLay的Case里面 因为 在TableLay的Case里面 在 在直函数进式里面 其实用伽玛值 没有那么好用 对啊 没有那么好用 而且他可以做到的 AVG 旅梦 都可以做得到 因为 主要原因是因为 伽玛值呢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常用 就是旅梦 要多 多层上一个伽玛值 然后这样子 一个比例 Discoping下去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Policy in Women's Theory 在4.3集的时候 因为 Policy in Women's Theory 是用伽玛值 为定义 去推导出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TableLay的更新里面 我们有推出一个定理 那这个定理的话 就是说 我们找到新的策略 只要 我们找到新的策略 我们只要能够改进 旧策略里面 其中的一个SA 对 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保证 这个策略会的整体上 的效能 是会受到改善的 对 就是有一个公式 那它是基于Gamma值去推出来 因为基于有这个公式 你才可以保证 你现在的策略会 的效能 会 performance 会 会单调递增 对 他认为 在TableLay的营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对吧 就是直函数迭代 呃 策略迭代里面 我们会先做直函数迭代 迭代完以后 我们会做策略改善 对吧 那这个策略改善的方法 的 改更新的方法 是基于一个 这个 策略改进定理 对 那Gamma值就是在这个里面 担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那但是 它的 它在Functional Quasimation里面 就是直函数进式 我们现在用多用的方式里面 已经 的好处已经没有了 对 因为Functional Quasimation的话 对啊 你改CITAS 会改到所有的SA 的出来的 对啊 所以其实 根本没有一个 能够保证 它已经被改善的定理 在那个 直函数进式里面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在Continue里面的话 我们也是用直函数 Continue里面 我们也是用直函数 去做它的效能 这样子 然后 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哦 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 很特别是 我们是要去 我们 我们一开始 我们先用直函数 去算低度 但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公式 跟前面很像 但是我们把我们 我们其实是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要求 我们根本不知道 在无限步的时候 那一个 铝梦值 应该要长什么样子 那个值到底要怎么求 对 那个值到底要怎么求 对 就是它用了一个 它用了 它把这个值 设立一个变数 而且这个值呢 是 这个值有一个重要特性 就是在整个策略里面 它都是一个定值 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单一变数 对 它是一个单一变数 所以在这个策略里面 我们要求的单一变数 对 然后 对 它就是一个SITAS的单一变数 那每个revolts都减掉它 那这里面就是 这就是 贝尔曼 equation 那我们只是把Gamma 乘上revolts Gamma乘上revolts R乘上revolts R乘上gamma 变成R减掉一个定值 这样子 然后去 去做推导 对 那 反正 好啦 那 反正 推到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 就跟那样子 出去 就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 推到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它利用了 它 它利用了另外 它把 OK 在它整个推道里面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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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 在这个整个推道里面 它定义了 这个 它 它 定义了这个 然后 这个 它做 做 止寒素的 然后就相当于 遍到的这个 然后我就把它移过来 那我止寒素 就整个被移到右边去 然后 然后用这种 曲奇的方式 我们想要定义出 我们就会一直 很快的 我们很快的 就会定义出 那个 诶 诶 我这边是这样 诶 诶 哦 我们可以很快的 定义出 最后的这个 跟之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 那就是 呃 那就是 要求 continue case的 要求 continue case的 梯度的话 其实跟之前的方式 是一样的 就等于是 就等于是 s 在无限大 无限 在时间趋近于无限部的时候 s 时间趋近于无限部的时候 s的分布在某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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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比例 所以我们 我们一样是用这个比例 乘上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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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上Q 反正它最后就会到 这个 一样是这样子的 的答案 这样子 其实这个 就是 就是跟之前的 EVERSORCATE 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 诶 哦 好 我们直接看它的 我们直接看它的 公式 好了 对 就是 我们直接看它 也算法 那我们 ACO CRITIC with Aggiability Trace 在Continue CASE 的情况下 在Continue CASE 的情况下 呃 我刚刚有说过 其实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是那个 在Continue CASE 里面 刚刚定义的 那个 那个R值 要减掉那个R值 它对于 每个策略来说 它都是唯一 唯一 唯一一个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 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单独的变数 去考虑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求解的话 就 它就等于是 我们要 我们又多出一个 独立的COS 我们要去求解 这个 我们要去求解 我们要求解 我们利用 直函数 我们利用 直函数的公式 那 那我们 利用直函数的公式 那我们去求解 我们去求解 R这个变数 这样子 对 就是 R 我们要求解R这个 那我们要先定义一个 我们等于是 独立要求解这个R 在这里面 我们刚刚都已经 独立求解 策略低度了 又独立求解 直函数 在这里面 现在等于是 又多一个独立的 的变数出来 这个变数就是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连续CASE 里面 我们要剪的这个 我们要剪的这个值 对啊 在Compute CASE 里面 我们要剪的这个值 那这个值呢 也会随着 也会随着你的 你跑的 Apple手的次数 跑的越来越多次的时候 它会去 它会去 到一个定值去 这样子 那就把它当作一个定值去求解 表现好了 那Course Function 我写在这里 这样子 那它 它就是一个独立的 Semi Gradient TD0 去求解 这样子 好 好 它要趋近于 这边的结束 对 那 另外一个情形是 策略参数化 对Continuous Continuous 的Action 策略 策略T2有一个很重要的 优势 对于其他的 就是说它可以处理大的 而且无限 无限部的Continuous 的Action Space 对 这就是它很大的优势 对 因为子函数的方式 不然是D2跟什么 他们都没有办法去 去 如果你的Action Space 很大的话 对 他们的Action 都是Discreet的 对 都是Discreet的 没有办法Continuous 因为我们的Action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的策略呢 其实可以被定义成一个 高斯 对 Normal Extribution 高战数 对 你可以定义成一个高斯函数 那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State 每一个State 去设计 每一个State 去设计 每一个State 其实它都 每一个State 对应它所有的Action 都会是一个高斯函数 对 0到1的基率值 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们就利用高斯函数 然后用S去算它的 平均值 标准差 去定义出每一个State Action 组合的高斯函数 对 那这里就是相当于说 每一个SA 每一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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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自己的高斯函数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嗯 因为高斯函数 你也可以定义 高文的嘛 对 所以你Action Space 你就可以扩展到 高文去 那 这里 加了一个ESG 哦 因为标准差是正的 所以这边你的State State的参数化 比较多 它在这边用多了一个ESG 让它 让它再 大于0 大于0 这样子 就是我们可以利用高斯函数做 策略的参数化 策略的参数化 好 那里面上这边就要讲完了 就是 策略梯度的话 其实是一个 策略梯度会优于 HMVD 跟HMVD 主要的优势是因为 它可以去学 特定的机率 对 它可以去学 几率 策略的几率 这样子 对 而且它有好处是 你想要让它变成一个 确定性的策略的时候 它就可以变成 它可以是无限逼近 智慧确定性的策略 这样子 就是 就是 现在的State 只能够执行它特定的动作 而且希望只可以达到 理论上的最 很高的 这样子 然后 最大优势是 它可以很自然的 去处理一些 continuation space 这样子 设略梯度 理论 设略梯度 理论 设略梯度 设略梯度 其实是跟你初始的S0的选择 是无关的 也就是说 设略梯度理论 它其实 我们刚刚都看到 你梯度要求解释 其实对所有的 所有的状态的 对所有状态 你去求它下面Action的T度 去累算它后的T度 所以它跟你一开始的状态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就是说你要 你要计算这个策略的 好跟不好 其实是跟你一开始进去 哪一个点进去 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然后 那差不多 然后 林博士的好处就是 林博士会加贝斯安 它为了减少Valance 但是 而且它没有BIOS 才Action規计客 Action規计客 它就是 它就是加入故事确定 但是它一定 它加入故事确定 就一定 正确时 就一定开始偏差 对啊 但是会降低BIOS 而且会加速绝取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是被打数 好 好 那我们 想休息一下吗 还是要讲吧 好继续讲吗 呵呵呵 好 确定性策略低度 确定性策略低度一开始 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有说了 呃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其实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还是要跑Aprison 不管是连续性的还是一个的 但是 很明显 我们都一定要对整个 整个Tree的空间去做取样 所以Stay跟Action 我们都要做 对啊 我们一定要Stay 然后采取Action Stay采取Action 而且对 那我们的T度累算 我们刚刚的T度累算 都是 都要是 都要算 我们是算每一个Stay 对 我们是算每一个Stay 那同时间 我们要算每一个Stay 我们其实 在定义要求每一个Stay 下面的所有Action的T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T度 所有Action的T度 所有Action的T度 都累加哦 对不对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好啦 就是 你 看起来你的T度 要去算 一定是吧 所以你的Stay 跟你的Action 做累加嘛 对啊 每个Stay 要累加你所有的 下面所有Action 对 意思就是 如果你今天 某一个Stay 下面有几千个 几万个Action 你都要累加 几千个几万个Action 你的T度 这样子 这其实是很大的 那 确定性策略的T度 就是要来解决 像这样子的问题 对啊 它是什么 它就是说 你不需要 它可以处理很大的 我们虽然可以去处理大的 我们虽然可以处理延续性空间 也可以处理比较大的空间 但是毕竟计算会很大量的慢 但是确定性策略的T度就是 它不用去取样 它的算法就是 它不用去取样你的Action 对 所以你只是需要去 它的最后导出来 它的确定性策略 T度的理论 是不用去取样你的Action 所以你只是需要 对Stay下面的T度 做累加的对应 所以说 但它的缺点就是 你既然 你既然把你的策略固定住了 那你在做Exploration的时候 你就会很少变化 对啊 因为你不会像之前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师曲线 我们会有一定几率选到 选到其他的Action去 对啊 就我们做Centalling的时候 那 那 好 好 麻烦 确定性策略T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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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跳过 确定性策略T度的推导 跟前面的策略T度理论 非常像 对 非常像 那 嗯 对 非常像 那我简单讲一个 我简单就最重要的地方讲 确定性策略T度是在做什么 这是确定性策略T度的 的 这是确定性策略T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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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T度的计算 它是它 它其实就是在 对 好 等一下 但是你们至少要知道 好 好 好 我们从 确定性策略T度呢 它 确定性策略T度就是一个 你 我我现在 它定义出一个Function 那那个 它定义出那个Function 但是那个Function 已经不是一个高 是一个SoftMath 或是一个高斯的方圈 它是一个 你自己定义的 那你一个Stay 进去的话 它只会Output 一个Action出来 对 那你要自己设计 也许它是一个 Linean 对啊 Linean的方式 只会是图片 这样子 对 总之它就是会 你要自己设计 那它要 它只会出 图片是一个Action 那 那 那 我们就是要求结 那 那 它的定义呢 是 它定义是 一样我们 我们一样对某一个状态的 值函数 去求算它的T度 对 那比较特别是 它是 它的 它定义它的值函数是 因为 其实因为你 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现在这个状态 你的Action 是由 你的Action 一定是 确定值 所以说 你的Action 你现在这个状态 的Action 是由 是由你这个函数所决定 而且是固定值 所以你的 你得到的乳梦 你得到乳梦 就是 就是直接得到乳梦 它把乳梦写在这边 乳梦写在这边 然后 在接下来你的 几率 你接下来的 Transition 几率 再乘上 接下来的 值函数 这就构成了它 它定义出 它定义这个 策略梯度的 值函数 的梯度的修解 应该要长这样的 应该要长这样的 长这样的方式 所以说 由于 你这里的 乳梦值 它定义 你得到乳梦值 再加上 你基于乘上 你的 值函数 然后这样子的 累加的方式 就是 这个 由于这边是一个 乳梦 那这个乳梦呢 是一个 是一个 确定性策略的参数 所以你在求 体度的时候 对这个东西 做偏微分的时候 对 你会先偏前面 你会先偏 R 然后先偏 R 然后你再把 mu拿出来偏 所以你就会看到 把mu拿出来偏 对C 他做偏微分 所以你就会看到 这个形式出现 也就是说 鬼点 就是做偏微分 mu 再偏微分 这个 其实你有看过策略基础 他到这里 他到中间的时候 理论 就 其实跟那个策略基础的时候 已经非常像 直接叫做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到最后呢 你到最后 你到最后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到最后 他的定义 推到会 到最后啊 会推出一个公式出来 推出一个公式就是 其实这积分 你就看成 上面 之前的上面选 那 他会推出一个公式出来 这一个呢 就是 一台S 就是我们刚刚说一台S 就是我们刚刚说一台S 2 很好讲 不好讲 你把这边这一个哦 你还是把它当做 μS 好了 μS 就是说 S S 在整个tree里面 所占的比例 对吧 他其实推到最后 的公式 也推出了这样子的答案 就是 S 在整个 每一个状态 在你整个tree里面 所占的比例 你乘上 你定义出来的 这个 你 每一个状态 乘上你定义出来的 这个策略的 策略的 函数的 偏尾分 然后再乘上 乘上 对应的 乘上你的 现在这个Action 而且 他确定性的这个Action 哦 这个Action 是一个定 定值Action 他要立刻带进去 你这个 你这个μS 这个SATA密值里面 然后抽出 这个Action值 然后再带进来 因为是唯一的值 他是 他对S说 其实他表示是 这边的题目的定义 是 无限的 Step S 我觉得你 嗯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很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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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TEN的 在这本书里面 会分Combinium 跟Aviso 的时候 是在 是在这篇书里面 才分出来 我就看他 他这篇 在2014年 并没有去区分 Combinium 跟Aviso 的情况 所以他 他整个都是用积分来表示 所以肯定 跟Aviso 情况 他就是用积分的方式去表示 我可以告诉你 我觉得 就是 这一个 是有问题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积分 就是 他 整个Paper 他的确是设想 是一个 是一个 延续动作 是一个 连续性 是一个 但是他 但是他 他这个 他这个值呢 会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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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基率的加值 对 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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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但是这样子很奇怪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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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定义成 无限 他如果定义成 无限延伸的话 那你的东西会一直 一直 我们刚刚有说过 ETA值 ETA值是一个 是你在这个S里面 是在整个Tree里面 所占的S的 所有几率总和 对 所以是真实的 所有几率总和 0.5 0.3 0.7 0.8 这样子成 几率的总和 如果你是用 这种积分的方式 去看的话 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值 因为 你会发现 那个值 会是一个平均F首的长度 但是 你今天这个积分 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连续性的 无限大的 一直下去的 那 那这个值 就会是一个 对啊 如果你一直求解 就是 就是他并没有引入 他并没有引入 那个 Average reward 的那个方式来算 但是他一样 把这个东西 套用在那个里面 所以就很有问题 是吧 我这边 我其实在推倒的时候 推到一个程度 我就 就发现他的东西 在 现在 有问题啊 如果你有没有兴趣 我们有在那里面 好 如果今天正式先收 他没有 他就简单来说 2016年 那个时候之前 他并没有去分 海部首跟肯定的情况 所以他的论文 看起来很多地方 很有问题 在一牵测到 无限跟非无限的 case的时候 那公式就会出现 很多的 你就会看到 很多的 问题 这样子 我这里是应用 应用那个 episode case 来讲 而不是用无限的 的情况来讲 但实际上 他的确是用无限 对吧 那 反正就是 一个 对 反正他的期望值呢 他 他就是一个 你对 你可以看到 那边是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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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whole new 也不是一個零到一的字 在這個定義裡面,它會是一個大的字 它不是一個零到一的字,它是一個幾率總和 它是一個很多等級的幾率的總和 所以你拿來做,拿來寫成期望值的方式就是最有問題的 所以 whole new 其實應該要是μs 應該要是整個裡面的μs 但是它應該要到這本書的時候才發現 才開始分出這些問題出來 我們繼續趕快把它改動 最後你就會發現,左邊這個是確定性策略低度 右邊這個是我們之前的策略低度 我們之前的策略低度到底在幹嘛? 這個低度 episode 的case 裡面就是對每一個state 每一個state 都去累加它下面的 action 的低度值 舉這個例子 每一個state 所佔,在整個tree 裡面所佔的比例 在整個tree 裡面所佔的比例值 然後每一個比例都去累算它的低度值 累算它的低度值 那就是一個不重複的狀態去累加它的低度值 那對於這個 對於這個情形呢 由於你對於確定性策略低度 最後的定義所推導出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更簡單 它更簡單,它就是一個 它跟這個很像 但是它就是每一個s 它沒有submission L 為什麼? 因為你的每一個s 都固定 只能選一個A 固定都只能選一個A 你不用累加說我的L 所以你每一個s 都只要累一個A 這樣子 累一個action 所以這等於是 s 在整個tree 裡面所佔的比例 你只能選一個 我這個命為是 我這個方程 這個s 所選出來的這個action 給你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做action的幾分 對 所以它意思就是 我這邊 好的 你只要選A 那 這個幾分 如果它是 它是 鬆斂化 就 對 對 但是 收斂就可以 所以 無限的時候 不收斂 你就不知道 怎麼去 是 但是 因為它強調就是 continued a pace 所以 所以你怎麼確定這個幾分 會是收斂呢 因為 對 對 因為你這個pore 因為是 對 因為你看 這裡 就是在這裡 這裡的t是趨近於無限大 對 這裡的t 趨近於無限大 情況下 就是你一直在 就跟我們之前策略 T度講的一樣 我們t去進行無限大 我們不停的在收集 我們不停的在收集 s 任何 已久會來到s 的機率 那s 由於t是無限大 現在是 一步 兩步 三步 四步 無限大步 我都不停的一直在收集 s 我不停的在收集 任何到達這個s 的機率值的相乘 然後乘上 乘上乘的 乘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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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對 然後 hij置 他t6就是無限大 一直加 這樣子真的會 就是你的 感電力 有你的gamma ervant t6大概 中間 有很多可能哦 如果它消雨的話 它的確是會越來越小啦 對啊沒錯啊 它的確是會越來越小 可是 踢無限大的時候幾乎 就是 也就是說踢在無限大的時候 那個 太遠起了 它根本就不行 就不行 有可能啦 它踢到退後 可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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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MA是DISCAMMA,一定是小微的,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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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思考的時候是把GAMMA當主去想 我把GAMMA設計去累算它所有基率的幾度,這樣一直加一種 如果GAMMA小1,這有可能的,小1的話 大中間還有一些問題啊,現在 有怪怪的,整個內容 那... 如果你真的完全採用策略... 策略...確定性策略梯度的話 那你就會...你的探索性就會比較少 因為很明顯你到這個狀態的時候,你只會走一步 所以你其實很難...有任何的探索性 因為策略梯度是把你的探索跟... 跟Behavior都集成在一半這樣子 因為你的...你選...你選你行為的時候 你又可能會選到基於到第二 這是有一個機會的,對不對 但是...這邊是沒有的 所以你的...你不是...邊走邊探索這樣子 那... 除非你...除非你的environment 因為...除非你的environment那邊... 因為... 因為你... 因為你現在T度的累加 因為...這邊要講一句話 因為...你現在T度的累加呢 其實...其實是一個...你的T度的累加是一個... 你只能走一個對應的action 但是你的...你下面P也就是你的環境 其實...你的...你下面的P是環境 環境還是有可能的 還是有它自己的機率 所以你T度的累加其實是一個action 可能...固定action以後有其他的... 然後...環境...環境兩條路 你還是要走...你還是要累加 對...那...但是你走到...一走到狀態 你又只能選一個...一條路 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你T度的累加呢...還是... 呃...只是運...只是對action這邊是...是那個的 對...但是對其他的...對state 你還有P...這樣子 你還有你的...選區選...選區選的...的那個...的機率 好...我一直做的... 好...那我一直是說...你在探索上面呢... 除非...你因為你action的部分 已經是確定是策略了...所以你的 environment 就選區選那邊...也...如果你有足夠的 noise 就是讓它有夠多...還是可以... 轉移到其他的...不同的狀態去...對... 好...這是...那所以說...這裡舉了一個...沒有辦法參考的價值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sasa update 因為大家知道sasa update 是unpolicy的...就是...所以說你其實...它說...它... 用文裡面舉這個...意思是...是拿來做一個教訓... 而或是一個...一個...拿出來...聊一聊而已...就是... 就是... 就是...unpolicy的... unpolicy的方式...你的... behavior跟你的...你的... 你的... 那個...是一樣的...那個... 是correlation... 就是你... 就是...unpolicy啦... 你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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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 是一樣的策略...這樣子... 那... 喔...所以說... 其實你要用... 確定去策略低度... 你一定要有... 有...policy... 對啊... 呃... 呃... 這樣子你才會有... 一定的探索性...這樣子... 那... 在這裡的話... 在這裡的話... 他有說... 他有舉... 在這裡的話... 我們... 就跟之前的策略... 策略低度... 演算... 的... 理論是一樣的... 我們必須要選... 蒙蒂卡羅... 或者選... Action Clinic... 就是說我們的... 那個... 公式是可以... 依照剛才的模式... 去導向... 我們使用哪一種演算法... 那他在這裡的話... 就直接導向最後一種... Actor Critic... 對... 呃... 那... 使用... 那他就開始在論文裡面舉說... 呃... 一般的... off policy的... Actor Critic... 的話... 就是... off policy的話... Actor Critic... 我們的話... 就會用... 我們可以用... 那個... importance sampling... 也就是... 我們的... 那個... 行為策略... 是另外一個... 但是我們的評估策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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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的... 確定性策略... 這樣子... 那... 但是... 這個方法呢... 在這裡不適用... 對... 因為... 在這裡不適用... 因為我們的Action... 永遠都是確定性的... 對... 所以我們不能用... 那個... importance sampling... 對啊... 那... 他建議說... 但是...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選... Actor Critic... 當作演算法的原因... 對... 而不是用... 對啊... 那... 因為我們... 我們在exploration... 我們的exploration... 可以把它放到... 那個... critic... 也就是指函數那邊... 讓他去做... 讓他去做... 那樣子... 那... 就是說... 呃... 直函數更新呢... 是他自己的... 我們... 我們... 在... 我們... 在... 我們... 我們... 自己的... 自己的... Actor... 就是... 就是... 策略... 就是... 策略... 那... 我們... Actor... 已經... 確定是... 沒有辦法... 在Action那邊... 動手腳... 這樣子... 那我们Critic的 我们至少可以在Critic这边 我们可以在Critic这里去更新 去做一策略的更新 就是 就是 就像 这看起来就像那个 看起来就像Pru Denning 我们 我们用 我们采样的时候是用 一个 是用一个策略 Actor 律底 但是我们 我们在 做 one step 评估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确定性的律底 的策略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 更新 这样子 更新整完 整个位置 整个值函数的位置 那值函数有受到更新位置的话 那Actor 这边的策略 就会受到改变 大致上 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达到一策略的方法 来达到 老洞 他的 策略更新的方法 然后 哦 这是一边比较旧的配合 对啊 他里面有跟TD 有跟Policy gradient做比较 有跟off policy的 Actor Critic的效率做 这个 旅温 做比较 对啊 在高维空间里面做比较 对啊 比较高的 连续 连续Action 的时候 做比较 他认为 嗯 他的 旅温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对 在比较 Action 计算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他认为他们的效率就开始出现不好 对啊 那得到旅温就不好 这样子 那我 对 他觉得他是他的优势 好 对 那 那再来是 Deep Deterministic Policy 规定 对 好 呃 DTPG DTPG是结合了 DGN 跟 跟那个 DPG 对啊 那 呃 为什么要结合这两个东西呢 因为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呃 一开始的时候 QNanning是有他的限制 因为他有 他的状态跟 他是离善的 而且QTable 很小 所以状态跟Action都 都很小 不能被放 而且不能被放化到那种 呃 Law Pixel 那种很大的 或是没有被观察到的一些 一些状态直接拿入 没有标记 那 QNanning 后来 呃 这些就是之前 QNan的东西 只是 可能要找到 QNan要去讲一下 这样子 对那 呃 QNanning的话 QNanning有函数近视 呃QNanning如果 我们应要靠函数近视 去优化他的 Fool Table 去所解他的Fool Table 就可能会有一些 要紧 你知道吗 可能会Fool Table 这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 就是他 资料会有 是会有 观察资料 的co-relation问题 这就是 DQN 去解的 那 然后会比较 哦 策略可能会震荡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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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BD的 的关系 你知道吗 那 然后 哦 不同的 游戏 不同的情况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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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能造成 你的 你圈顶上的 的 複雅度的问题 那所以 DQN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想办法去解 QN 要去进视 指寒数 然后 那个 那很 很棒 嗯 那很明显 DQN的话 他之前 就 呃 之前的话 他就是 Experience Recre 然后 Experience Recre 可以跟 诶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吗 其实大家知道吗 好吗 好 因为 他们两个有结合 所以 必须要熟悉 就是 DQN的话 呃 他 最大改进的部分 是这三个 是这三个东西 就是 就是 呃 就是 哦 他 呃 呃 他会 哦 他采样资料 他会先放在那个 Experience Recre的网络里面 然后 然后 那个 他不是 他会放在 Experience Recre的网络里面 然后 Q 那个 Q 那个 再从 那个 batch的 sample里面 拿出来做 chaining 这样子 而不是拿你直接 你直接在每一步 去做取样的sample 因为 每一步去做取样的sample 每步之间会有关联性 一个个拿来 chain 这是 这跟 这跟 那个 深度神经网络 一开始 要求资料是 具备独立性 chaining 资料要的独立性 是 互相融合的 所以才会有这个 Experience Recreation 对 我先把资料 就放进网络里面去 那 然后 每次 我再从里面 论等 拿出一大堆出来 chaining Q nending 的 Network 那 对 那一段时间出来 就是 就会 他们认为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方式就是 呃 呃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那边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那边的 那边的 Q 那边的 Q network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的Q network 他也是把它 拉出来 当作一个努力的 也就是 在D2N里面 在D2N里面 其实有两个 有两个神经网络 一个是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用的 用的神经网络 另外一个是你要求解直函数的 那个神经网络 对 这两个 神经网络的架构会一样 当然他的参数会不一样 然后 然后 我们其实是要 chain后面那个 那个神经网络 我们要求解的神经网络 但是我们每一段 但是就论文上面说 因为如果你这两个神经网络 都用一样的 甚至是一样的参数 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 你的他们的 之间的 相异性会太高 你在做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的时候 会 会有问题 对因为他们 Data有 commodation 这样子 而且可能会有 震荡的问题 对 所以说他建议 你 One step boost tracking 里面用到 Network 跟 跟我们要求解的 十函数 这两个Network的参数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 大致上 就是以一个 大致上就是以一个 这样子的方式 在 在进行 首先 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 初始的状态 然后我们会 我们会 Rand 等曲 我们会 我们会初始的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会去 我们 我们会去 透过 透过 Q Network 去得到 下一 去到现在 现在要 现在这个状态 最好的 Action 值 然后我们就去走 这步 我们把这一个 State Action 我们找 我们 去把这个State Action 跟下一步 给算出来 下一步 算出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 Experience Recreation Bar 里面去 经验值 我们把它放在 Experience Recreation Bar 里面去 然后 然后 Q Network 跟 Q Network 会 拿出一个 batch 的sample 出来 去 去 去 那 对 他会拿出 一个 他会拿出来 然后去 去 这样子 那 那 怎么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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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这个mini-batch的资料出来 然后一直去圈你一段时间 就是有人一直塞资料进来 有人一直塞资料进来这个buffer里面去 那一直塞资料进这个buffer 那你就自己去这个buffer里面 选择拿一段batch的资料去圈你自己 去做one step 设定 这边是one step 设定的network 有两个network 一个是one step 设定的network 一个是我们要求解的资料数的network 这两个都一直拿mini-batch去 这个two network 它使一段时间就会把资料资料给它 所以它只是一个 这个two network是一个相似于原本资函数的network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一直有人塞资料 然后一直去设定这个two network 然后一直去更新这个two network 然后一段时间我们 一段时间 每个一段时间我们就去更新 这个one step 设定的network 但它们两个之间 虽然是一直被传递参数过去 但是它一直传递参数过去去更新它 但是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运行 这样子 大致上就是一个这样 那 里面还有提到说 它会把太大乳或透可力品 这样子 这是它的一些小的食品 小的规格 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two network 就是 因为接下来的那个DTPG 就把DQN整个能量都挥进去了 对啊 好 这边 这边 就是在讲说 为什么要用DTPG 当然就是跟DQN的限制有关系 对啊 就是因为DTPG DQN DQN它一样不能够处理 continuous action 跟高维度的action space 那我们把DTPG拿进来 当然就是想问它 可以处理高维动作空间的优点 这样子 那 那 这边是说 即使如此 有些人也尝试了用DQN去处理 比较大 去处理 连续空间 或者比较大的高维空间 但是它的做法就是 它们的做法就是 有一些 你就是把你的 连续性的空间的资料 做discreet 对 做一些discreet 例如它本来是一个连续的 连续的一段 一段子 我们就把它分为三个区间 这样子 分为三个区间 就是 就像 就像有一个 机器人的系统吧 机器手臂的系统 然后 它可能有七个轴 那每个轴有三个维度 这样子 那三个维度的话 三个维度的值 我们就把它拆开成三个 三 对 三个discreet 三个discreet 然后 每个discreet的动作 它有七个discreet 那每个discreet有三个维度 那三个 本来是一个维度 那它可能是一个 连续的 连续的动作 但我们现在把那个 连续的动作 拆解为三个维度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你三的七四方 你还是要纠结 两千一百八十许的动作 就是你要去 你的 ArcMax 你的ArcMax 还是要 你的ArcMax 还是要去 去捞 去算 去算那个 里面最好的动作 是哪一个 还是要去 去跑回变 所以说 其实 总之 它就不太 DQN 就是 有一些tricky的方式 可以达到 段连续或高尾 但是 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 这边才会结合 DQN 跟DPG 那 它结合它的优点就是 就是 我们可能就可以 DQN 它的好处是 它的Input 就可以放 就可以收 RODATA进来 对 然后就可以 我们甚至也不太需要 对它 做那个 就是 你游戏画面 你就让它没有 没有 没有不高度你就进来 直接这样子 然后 它可以直接收很高维的 的动态空间 对吧 像就是RODATA 就是它的好处 那同时间 DPG又可以处理高维的 或 不较连续性的 动作空间 所以等于是 动作 跟状态空间 你都可以处理 比较大的 大的 大的 所以 它就说 理论上 我们就可以学习策略在 大的 状态跟 动作空间 好赖哦 对啊 理论上 对啊 那 它其实 整个做法 在那个 上面呢 是跟 DPG非常像 那它也 它也借用了 它一些圈尼的 技巧 像是Experience Regrade 还有 把你的 Wine Step Boost Tracking的Network 给拆开来 对 要训练的Network 跟你要求解的 QNetwork 给拆开来 那同时间 你还 你的 这想要用我们现在 比较常用 就是 做 对你的MiniR Batch 的Sample的每一个维度 做Batch能源 的 对啊 那 哦 哦 哦 然后 在 取样方面的话 我们不是随便 取用一个 E策略 我们刚刚有说过 那个 DPG 的话 一定要用 off policy的E策略 去确定 对 那在这里 我们也不是随便 取用 那个 那个策略 我们是把原本的 确定性策略 加上 一些Noens 所以它其实 是一个 是一个 有点 对 它其实是一个 劳动 在确定性策略上面 的劳动 这样子 所以它认为这样子的话 你出来的 Action 会比较具有 那个 State action 会比较具有 Temporal Qualification 的 我先讲一下 其实它 它这个演算法呢 DDPG的演算法 它跟 它跟DQN非常像 对 那我们刚刚有说到 只是不一样的是 Actor Critic DDPG的话 是Actor Critic的架构 所以说 Actor跟Critic 是分开的 对 这一开始就是分开了 对 那 那 从时间 对 对 对 助理 真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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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就是刚刚的那个土地区温的土 再加上那个AQQ的延伸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你現在的環境 之前的環境是不會受到改變的 就是策略不會受到改變 可是現在 DQN裡面你的策略是固定的 你用了什麼策略 當然你可以 應該說他的策略是由Q 是由QNetwork裡面去取ArcMax 就是你更新你的QTable 更新你的QTable 然後你再去 更新你的QTable 然後你再去取比較好的Action出來 但是在這裡的話 其實你現在的策略已經改成 獨立出來跟QNetwork無關 它是一個確定性策略 確定性策略就是Actor 就是Actor 我們剛剛一直在說 Actor Critical Actor就是 它會鼓勵去更新 那Actor怎麼更新 Actor就是 環境這邊呢 會一直去產生 Sample進來 會一直塞Sample進去 那這個Experience Regreed Barclay的話 會一直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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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給 會給Actor Critical Mini Batch Mini Batch的資料 然後一段時間 讓它自己去 去ChainingActor Critical 那 ChainingActor Critical 以及它的 Actor Critical的Target 那 同時 Mini Batch 因為就等於是 兩 都一樣 就重複 那Mini Batch的資料 也會讓你去Network 去Chain它自己的Network 去Chaining它的Network 那 然後最後 最後要做到什麼事情呢 最後要做到 就是一樣 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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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那個 One Step Bootstraping 呃 呃 呃 給算出來 這樣子 那 就是要 最後的目的呢 就是 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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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Network 對 要更新你的QNetwork 對 那只是更新你的QNetwork呢 這裡是 用的是 E策略 對 用的 我們剛剛有說到 這已經綜合了 Actor Critic呢 Opology的 Actor Critic 的 策略更新 是放在 那個 是放在 Critic上面 對 是放在Critic上面 那 就是 就是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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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看 這個 這邊就是 那個 TDL 對 對 對 這邊是 TDL TDL要再剪掉 剪掉這個 才是TDL 對 就是 呃 我下一個狀態 我下一個狀態 那 放 放這個 以及放這個 確定性策略 我用確定 這邊是確定性策略 這樣子 就是我下一個狀態 以及他的確定 以及現在的確定性策略 然後 然後 去 再剪掉這個 Q Network 對 然後 但是我的 Behaviour策略 是另外一個策略 對 對 我的Behaviour策略 就是另外一個策略 這樣子 對 這是產生Sample的策略 產生Sample的策略呢 跟TD 跟那個 Q Q Learning的策略 是不一樣的 在 這是現在是在Critic Critic的Case裡面 對 ACC是另外 ACC的Case的話 就是 就是在這裡 ACC跟Critic是分開訓練的 雖然他們在統一個裡面 但實際上他們是分開訓練的 對 那ACC的Case呢 就是Follow Follow原本的定義 原本的定義 對 就是我一樣是用我原本的 確定性策略 這樣子 然後 A3 A3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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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其他用了 然后他这边的TTQ Network 他这边的 然后他这边的 那个 那个 TTTQ Network 这边的TTQ Network 跟这个 跟我们要求解的 TTQ Network是分开的 那同时间 我这边用来 我这边拿来给 我拿来给TT去算的 的命策略 也是一个 独立出来的策略 也是一个独立出来的策略 我本策略 我本来的策略在这里 那本来的策略在这里 那我是 我会拿来用来 train你 我sample的策略 那我这边 我这边拿来 他们的结构会是一样 那他跟 他跟那个 他跟那个 DQN一样 就是我一段时间 我就会去更新 我一段时间 我就会去把我的 我的参数更新给你 这样子 那 他 他更新的方式呢 跟 DQN 附 附 DQN是完全 assign 他是用一个 branding的概念 就是我现在的 我现在的参数 跟我之前的参数 做一个branding 这样子 那以防 他不想要他 变化太大 因为他在 train你了 或配管里面有提到说 嗯 现在架构变得很复杂了 所以要学慢一点 对 所以我cita 不能改变太多了 对 我这边的cita 不会改变太多了 也就是说 我 也就是说做branding的时候 然后新的cita进来 他会 他会是一个很小的值 那我 我现在的cita 是一个比较大的比例 做一个branding 那 所以cita改变会很小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用在 我做 做td error的计算的时候 在更新 子函数的计算的时候 比较稳定 这样子 对啊 所以说 再来看一下整个 算不好了 好 好 不知道这样 上路会比较急剧的 这样子 就是 我们 策略现在会有两个 那 QMate Work也会有两个 对啊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的 我们本策略 我们本策略 就拿来做behavior策略 对 那 那做behavior策略 中式有点多 是做劳动 然后 会一直被塞进去 然后 同时间也会给环境 去算出下一个状态 然后这些 这个组合呢 就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 那个 Experience Replay的buffer里面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个buffer里面呢 会把它 丢出去给两个人 一个是丢出去给act 一个是丢出去给critical 对 那就是让他们做minimal page的圈领 这样子 圈领 actor 圈领 critical 对 那 对 做minimal page的圈领 那 大家各自圈领完的时候 就会 大家各自圈领完自己的内容的时候 就用branding的方式把新的sitta值 额塞给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tucky内容 他Q的tucky内容跟确定性策略的tucky策略 对 这两个所谓的tucky呢 都是用在算td error的时候用的 也就是说我算td error的时候的内容 为了避免 就跟d2n上面提到的 我们的tucky 为什么要分开另外一个 是为了避免 有跟那个直函数做逼近的时候 有资料相应性的 对 资料相应性或环境相应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分开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 的方式 那就是一直统出这样子的圈子的放置 所以说他其实dbpc里面 流亏发过的 其实用来break out 资料相应性 就d2n里面抽到 然后刚刚抽到的branding 他会把参数去 要更新到另外一个tucky network的参数 同步lead去做branding 那已经说过这个叫做soft update 就是为了稳定性的原因才这么做 那同时间又会用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 batch能源来整理 都用来每一个维度 那另外他有提到说 Noise 这边可以使用一个叫 Orang-Stings 这种模式 去产生temporal auto-related evolvation的 做比较有效率 去做zoins 这样子 反正我没有仔细去看 这边还没有完全看完 就要加了 这样子 这样子 倒是这样 今天就 是这样子 对 嗯 感谢观看 就是那个树脚那样的图 是这样的图 那个黑点 你这个是自己画的还是他们画的 这个是给我定的嘛 其实大家都这样 我怎么贝尔曼有多些 黑点的图 是有那个黑点吗 有啊 黑点就是安全 黑点就是对的 对的 还有什么 这个 非常 革命迅 黑点 好像不可以 哪一个 就是 革命迅 好像不用有黑点 哦 不用有黑点 嗯 应该说 不用有黑点 因为其实 有没有黑点 就是它只是一个示意啊 而且我在上面也没有做 你做点是代表一个dynamics 就是一个censation 不是 censation是 是action code 这样 是啊 你做一个action 然后到了那个黑点 那个黑点 往左往右是一个dynamics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censation 就是 它往哪边是 你没有办法决定的 哦 对 因为我的dynamics 是很清楚 但是 但是 Deterministic 就是没有那一个dynamics 就是 也 也 也就是说你做了A 它是百分之百会到S 是吧 对 但是 但是 可是 可是那个A 可是 比如说 就是 呃 你的S嘛 就是 你的S 你才 S里面也会导出一个你的动作啊 所以 在你的整个推道里面 你的S 会有一个动作 那动作还是要带进你的 词材处的定义里面去啊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你 呃 你再看一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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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是直接 它的定义就是你的State嘛 直接 直接有一个action 然后 会产生一个 对啊 然后 呃 但是 你还是会 你还是会产生一个action 看你怎么定义吧 就是 只是 那个action 是确定性的action 啊 你还是要定义你的 你的action是哪些吧 就是看 这应该是你设计 你设计上面的 不一样吧 我知道你的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不用设计 因为我可能没有什么所谓action 我可能就只有State 跟下一个 往下一个State 就这样子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 但是 我怎么说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玩 呃 德州顾客的游戏 那我 我今天 我是一个男人哦 我要确定性策略 就是说 我不要你告诉我 AK 这副牌 有八成要怎样做 一样怎样做 我就是要有一个 你告诉我怎么 那个稳定性的 这样子 对这一个人 我要一个稳定性的做法 我要一个稳定性 确定性的做法 我针对他的策略 那我不敢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遇到AK 我就是all in 那可能 就我们的做法 就是AA all in KKall in 其他全部放弃 对 那我至少也要有个动作 就是AAall in KKall in 那其他全部放弃 所以其实还是要有个动作 是AAall in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那个 动作 那个动作是你在 就是说你现在的 S棒 下面那个红线A S棒 S棒 对 然后A下一个 应该是 越到S棒 然后上去 对 对 你应该是想要做这个吧 对 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我是 不会有右边 就是说 对不会有右边啊 就是我推导的时候 你只会有 那我从K点那边的时候 K点这边 应该不会有右边 就我还是要知道 我还是那个Function 还是要知道 X棒带进去 我会采取什么决定性的工作 如果我定义是 我就是要知道 都会是A 对 然后你A的时候 你做了A动作 应该是到S棒 我应该是不会有 你确定 你确定吗 就是 就是 就是说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这个 不应该叫做 你什么意思 不是 不是 因为这是P啊 P的话 我知道我Paybook上面 他说 他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上面写的 他说他觉得 确定性策略 应该要多一点劳动 这样子 确定性策略就比较完美了 就环境的劳动 环境要加一些 noise 环境就是他的抵押 然后 他认为你 环境多一些劳动 确定性策略 就会比较完美 就会更好一点 那如果你 刚好你的环境 也是很确定性的 你这个确定性策略 就可能 不好 因为你怎么做 都不会有 OLED的自然 所以 所以采取A以后 它其实有可能 有不同的结果出来 对 那所调整编略的 这个只是在于说 我在这样的 X'的情况下 我一定会采取A 对